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等等这些我们以前在课本里面读注释读得很痛苦的东西 可是呢透过他们两位 我觉得整个华人地区对于国学的追寻了解 重新回到我们文化根源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真的必须感谢他们两个 那么今天谈经典可以这样读 这本书是虞丹跟一中天他们的演讲对谈录集结成册的 这本书读起来非常有意思哦 那当然就要请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人来跟我们一起聊 我多么希望坐在我对面的人就是虞丹 可是他不是虞丹 可是呢当我看到他的时候 我发现有他真好 他就是嘉玲 嘉玲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嘉玲 你知道为什么我说有你真好吗 哦怎么说 因为国学是一个多么大的概念 突然如果虞丹那一尊在我对面 我还真的会蛮紧张 你可能会招架不住哦 对我不知道要从哪里谈起 但是呢我们两位都是虞丹跟一中天的读者嘛 对不对 他不只是这一本书 像虞丹谈论语丹谈庄子 我很喜欢他谈庄子的那本书 那一中天像闲话中国人 品人路 论三国 对不对 这些都是我们 在我们书柜里经常会出现的一个书 而且我们经常会拿出来翻阅 这么说好了 嘉玲 我们好久没有跟我们听众一起分享 我们两个的阅读心得 对 那今天我们又挑了一个国学 这么特别的一个主题 是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就我们大家聊天分享一下 你对国学到底是什么感觉 其实你的专业还受到蛮西方的 这个教育影响 对不对 我必须说 在他们两位之前 我对国学的认识就真的很像是高中 翻开国文课本 然后呢 我就觉得老师都要 背好多好多的注视 我现在仿佛 我在讲这段话的时候 我脑中就开始回想到 我的国文课本上面密密麻麻 老师说这个滋是什么意思 这里的呼是什么意思 对我而言 那个国学 比较像是在教科书里的东西 天啊你勾起我的痛苦 然后我我觉得我读了好多好多国学的 包括我记得我那个年代还要读论语 是 就是会有些论语的摘要 然后要背下 是是 那个时候我觉得对国学我就是小和尚念经 有口无心 是 就是我知道 哦 孔子的忠心思想是 是个人 是个人 诶这不是普学量的歌词吗 是 忠述 忠述之道 嗯 这些我都懂 这几个字你问我认不认识他 我认识 可是你说我真的认识他吗 嗯 坦白说我 我觉得我只是脑袋中字词上面认识他 没有一种生命上面的体会 对不对 对 就好像是我要应付一个考试 是 考完其实他就回 还给老师 还给孔子 他跟我的生活 他跟我的生命没有呼应 没有感动 嗯 那是在 呃 坦白说这个 虞丹一中天这本书经典可以这样读 嗯 不是我第一次接触他们两位的作品 是 我我来讲一讲一中天好 他让我最最最深刻的其实是闲话中国人 啊 这本书他在谈的是 呃 很多中国人的一些小细节 嗯 那为什么中国人是这样 嗯 我开始去认识到 我是个中国人 嗯哼 原来我的日常生活当中用的好多杯啊 盘啊 筷子啊 嗯 我穿的衣服啊 他都有文化意义 他都有文化意义的 而且是用一种 我现在读起来很轻松的方法 没有错 而不是我在看一个教科书 嗯哼 然后这个典故从你哪里来 嗯哼 哪一个皇帝做什么事 嗯哼 他拥有很轻松很诙谐的方式 嗯哼 带入我进去 嗯哼 中国的文化 嗯哼 嗯哼 然后我就去看原来庄子这么有趣啊 嗯哼 原来庄子他的好多生活哲学 是我现在 在我的人生遇到一些痛苦的时候 他是可以帮助我 疗愈我的 嗯哼 对不对 而且我觉得在我读于丹 我学有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特色 在于呢 他们总是可以用我们很平易的语言 把原本我们认为很困难的古文 是 结合到我们生活的体会 嗯 比如说像你刚才讲到庄子哦 像这一本书 经典可以这样读里面的55页 于丹就说 其实庄子到底在说什么 很多人说他谈的是一个道家的哲学 谈的是一个内外合一 那这些用是用概念来解释概念 对不对 他用五个字来诠释 就说庄子说外化内不化 嗯 外化内不化就是他的一个中心思想 那他继续说 他说所谓的外化就是呢 我们要融入规矩法度 顺应人情世故 也就是说你不要活得好像像 就是仿佛就是那个先锋倒鼓 对对对 不使人间烟火 对你还是要去融入 外化就是我的外在融入这个世界 融入这个社会的规范 融入这个社会在某种程度的期许 可是呢 你说这样子会不会就活得很魅俗 没有自己 他说不是的 庄子他真的告诉我们的是 你表面上看起来是外化 但是呢 内不化 你的内心有自己的中者 对就是呢 他说用生命恪守那份信念 每一个人之所以为我的本质 在于灵魂深处的反省和坚持 这个真的是跟我们的所谓的古前很像 外源内方 我在外面的部分 我不要是有灵有角 可能跟别人相处就会磕磕碰碰 像我自己在听 于丹的很多分享跟演讲里面 特别如果有一些朋友听过我的演讲 我很喜欢说一个他在说 我们人生就像一国滚水一样 丢入什么食材 会决定我们变什么样子的 这样的故事 那各位朋友 如果你想知道这个故事的话 请来听我的演讲 因为它有点长啦 我不想说 大家都听我一个人在讲这样子 那其实回到刚刚嘉玲你所谈的 国学热 你还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字叫智慧 是 从你的体会哦 这两位在谈经典 在谈这些我们的国学的 最重要的一些论述跟作品 他一定会处理到智慧这个议题 我想要先把我刚刚还没有讲完的讲完 为什么我先说 他们那么多其他的作品 就是因为我读了他们这么多 跟我们的小时候所谓的国学 或者是先前朱子百家这种智慧的书 我才读到经典可以这样读的时候 其实这本书有一点是融合了他们两位怎么看待经典的一些心得 可以说极大成吗 是是 可是又没有那么 所以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其实我会有一种感动是 对 其实就像我在论语看到的一个一句话 比如说在小时候看到君子不气 就是君子不一定要有一定的模样的时候 我没有感觉 气是容气的气 对我没有感觉 可是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 他又再讲了一次君子不气 这件事情我就 我突然有种深刻感觉 我的年纪也走到某个阶段了 不会看不出来一点都不会 有一点历练也经过一些事情 我觉得这是好事 对我们同步上传的照片 不会 开玩笑的开玩笑 生命中有一些不如意 是 小的时候会觉得好痛苦 是没有错 可是也因为读了这些经典 让我知道古今中外所有的人 都是这样子走过来的 对没有例外 也没有人特别 得到上天的什么样的眷顾 是 所以这本书其实我觉得他真的很棒的地方是 他让我去打开说 哦 原来我过去对经典的认识是错的 那就是要回到刚刚凯宇讲的那个智慧的部分 好 我把它翻开一下到这本书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段话 是我其实读了这么多经典 不管是于丹的还是谁的 我最后真的觉得对 这就是我一直想要找的智慧的 目前的一个很棒的注解 念给大家听 智慧只是一件事 那就是洞悉人性 能够顺着人心上的纹路 走到他最深邃的地方 了解他的由来 了解他的过去 了解他最深处的愿望 用他的方法 好好去对待他 用他的方法 好好去对待他 我看到这段话的时候 我真的很感动 我在前一段时间 我已经知道我要的不是知识 我要的是智慧 我想要的是 我知道知识在书上面都找不到答案 我知道现代科技很发达 我如果真的要有一个解释的话 那是都可以的 可是我觉得智慧是一个超越知识 更大的一个理解 更大能够安顿我身心的一个看见 但我也好难说我要的智慧是什么 一直到我看了这段话的时候 我就觉得也可能是因为我读心理 我觉得他讲得好贴切 是啊 智慧不就是帮着我们去看见 好好的看见 所有跟我们相处的人 事物 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的纹路长什么样子 我们应该怎么理解他 同时用他的方法好好对他 其实我觉得提到这边既然谈到智慧 智慧它本身 我个人的理解就是一种 怎么样安身立命的智慧 不是怎么样安身立命的智慧 这样用智慧解释智慧 就是一个怎么样让自己安身立命的一个 思维的一个引导 那我觉得这一本书 让我读了很感动的一些地方 除了你刚才读的那一句话 我也非常有同感之外 有一段话我也念给大家听 他说 我觉得每个人在完成生命觉悟 修炼自省的过程中 这个世界给你的都是情分 不给的都是本分 在本分的时候不要抱怨 是情分的时候就要学会感恩 用这样的心态去对待 美物出来一点 它都是很美好的事情 是 对不对 所以我们常说处事之道 处事之道 我们经常也会去谈 在我们的文化底蕴里 谈的中庸 中庸到底是什么 他其实不是差不多先生 他反而是一个 我去接纳我的现况 但我仍然在我的现况里 做最大的努力 是 的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 很微妙的动态平衡 对不对 其实你谈到中庸的时候 我想到去年一整年 不知道为什么也 就很巧的这些古书 就来到了我的生命里 我记得我有一段时间 每天早上我都会读一则论语 一则 我真的把论语从头大尾 不是从高中那个论语 特别把它挑出来那几篇 而是我就真的是跟着孔子的脚步 一步一步一步的读 每天读一则 每天读一则 那个时候其实 我真的很讶异 我现在的很多的状况 其实是可以从轮椅上面 得到一些支持的 小的时候真的不懂 很会讲 己所不欲 勿施语言 可是当我走到了 今天这个年纪的时候 我才发现 这句话不容易做到 我很深刻 我诚实面对我自己 我不要说 我还是会很想要 把自己不想要的丢给别人 或者想要去改变别人 对或者找一个 我觉得信任的人 把事情丢给他就好了 我就不用再去碰了 他真的是一再一再的 去提醒你 回过头来 好好的 跟你的生活在一起 把很重要 就像 我今天一直讲孔子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 我是儒家的思想 其实没有 我只是觉得 因为孔子他 他比较入世 所以他讲的一些话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比较好用 一个树 什么是树 如心嘛 树就是一个如一个心 我小时候真的不懂 可是当我长大之后 我在看到那个树的时候 我才懂 那个叫放下 那个叫宽容 那个去接受 你觉得曾经伤害过你的人 去爱他 你知道我小时候觉得这是 神的境界才能做到的 可是当我在书上看到的时候 当我面对同样的议题的时候 他再次给我养分 他再次给我力量 他再次让我觉得 我是个中国人真好 我是个中国人真好 这句话说的真好 我觉得不管 什么样的意识形态 我们终归要回到自己文化的源头 那是我们不容否认的 不管我们怎么样认为自己是如何的西化 但是我们超齿的语言 甚至于我们在下意识 对于很多事情的想法跟评价 那是摆脱不了的 那其实事实上 当我们真心的去接纳他 承认自己的来源 承认自己 就是这个文化圈里的一份子的时候 反而我觉得 看待自己跟看待其他的文化 反而我多了一份自在 是啊是啊 而且多了更多的自信 对对 其实我看你讲得非常的好 在我才刚大学或者硕士毕业的时候 因为是西方教育长大的 尤其学西方的心理学 对不对 我真的有点鄙气 对啊 我说真的真的有点鄙气 老古板 我自己的出身 对 可是我有一天我就想通了 我在工作我一直教别人爱自己 接纳自己 可是我却没有去接纳我的文化 嗯 他孕育我 嗯 所以某种程度 其实我心口不一耶 对 不一致 不一致 嗯 脱出去斩了 那在我看到了这点之后 我也好好 真的是感谢他们两位 不管他们今天 大家怎么评价 他们所评价的国学 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么国学 对 可是我至少觉得他们做多一件事 就是让我们这个世代 嗯 这些曾经被国学压榨过的 孩子 嗯 重新看到 国学他真的很美 嗯 国学他孕育着很多很棒很棒的精神 嗯 只是没有人这样子去把它呈现出来 嗯 嗯 对啊 其实我听过很多的评论家 在评论 于丹跟义中天 他们两个的学术背景 跟他们所谈的国学 究竟是不是国学 是 我觉得那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绝对不能否认 他们两位帮我们开了一个门 那至于你认为的经典 你认为的国学 他们所说的是或不是 请你进门 是啊 用自己的生命 用自己的智慧 用自己的所有的一切去 印证他 去体验他 我觉得 我可以换一个思维想嘛 如果他们两个都讲都是对的 都很棒了 嗯 那进门的人还要干什么 是啊 生命就是一个悟嘛 就是一个体会嘛 这本书也一直提到悟这个概念 所以呢 其实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把这本书 当于丹遇上义中天的相会 而汇集出的经典可以这样读 下一个注解 嗯 下一个注点啊 我觉得 它是一本 嗯 当你在遇到一些 不管是顺利或不顺利的时候 你把它拿起来读一读 就仿佛好像有一个老师 嗯 或一个好朋友 嗯 告诉你 路是走得下去的 是 或者告诉你 嗯 你做得不错 嗯 你可以继续 嗯 嗯 对 其实如同他生命 他的这个 这本书的书封 写的四句话 这本书呢 让我们品人生苦短 让我们品历史绵长 让我们品心灵优围 让我们品宇宙浩瀚 是 其实我们永远不能忽略掉一件事情 此生为人有它的意义 是 而我们还一袭上存的时候 就是要去展现 并且去体会 到底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而国学 我觉得给我们了一个很棒的地方 它不是给我们标准答案 它给我们的是一种 你可以活在这世界上自在 并且保持动态平衡 我觉得它很 这个指向 它很 它其实很流行 它其实可以用三 三个字讲完 它给我们可能性 对 其实它很流行 好 所以呢 国学这种东西 不要用八股文说它 可以用白话文说它 是 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的白话文 怎么说的话 你可以先看这本书 是 有一天你会发现 你不用引经据典 但是呢 你活出自己的文化本色 是 好 那我们今天 经典可以这样读 就聊到这边咯 谢谢佳玲 谢谢凯宇 那我们还会继续下去的 是 OK 好 那谢谢你的收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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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